它燃烧 形成我们常见的流星现象 如果它没有进入大气层 恰巧在距离地面数百公里的高度上 它的带电离子正好能够感触到地球磁场的作用 由于和地球磁力线程一定的角度 便形成螺旋状的运行轨迹 它后来又预报一次 说在81年的7月20号前后出现的UFO 果然 在那一年的7月24日19点40分左右 中国西南 华南 华北等地 数百万人都目击到这个螺旋状不明飞行物的再次出现 在大量的目击报告中 目击者为了证实事件的真实性 还特地加盖了单位的公章 然而 当信心十足的张周生 根据计算再次预测这个彗星出现的时间时 却没能收集到可靠的目击报告 由此 许多人对它的理论产生了怀疑 国际天文学界 就是没有这类彗星的概念 没有它所说的这类彗星的概念 所以说用彗星的观点来解释 这种螺旋型的飞行物 还是不能成功 尽管不被天文学界承认 但在很多人眼中 张周生的理论仍是关于这种 内螺旋不明飞行物最接近真相的解释 并且他的那次预测 仅仅是因为没有获得足够的目击报告 才被否定 直到今天 这个不明飞行物究竟是什么 仍然没有得到最终的解释 在浩瀚的宇宙中 地球只是极其微小的一分子 尽管人类探测宇宙的活动 已经开展了三十多年 但我们的脚步至今 依然没有走出太阳系 而在更加渺小的人类中 张轻易 沈红石 张周生 在发现后探索 或许在短时间内 他们无法得到真实的答案 但他们相信 求知的过程会让答案越来越近 一种病